大家好,亚本尼亚和阿塞拜疆战争进行到第18天 昨天上午8点36分,亚本尼亚的导弹阵地被阿塞拜疆摧毁了 导弹在向阿塞拜疆干加式发射导弹之前被摧毁的 导弹刚刚起诉,起诉以后就被摧毁了 视频我有放到下方,有兴趣可以看看 导弹阵地是位于阿塞拜疆卡尔巴哈尔地区附近 亚本尼亚边界一侧 那就是首次阿塞拜疆开始攻击亚本尼亚境内目标 之前我讲过,阿塞拜疆一直不敢攻击亚本尼亚境内目标 是因为怕俄罗斯出兵,集体安全条约 那这一次,因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干加式被炸的太惨了 大量平民伤亡,这个视频大家已经看了 整个平民设施都给摧毁了,老百姓都被炸死了 那这个阿塞拜疆一定要报复的 所以这一次呢,也不管是不是经内目标了 就把这个导弹阵地给摧毁了 这昨天一大亮点啊 亚本尼亚国防部承认了打击 已经被炸毁自己的这应该是三套啊 三套战术导弹,好像是原点U 那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呢 也发表了声明啊 说摧毁了多套亚本尼亚方面的这个导弹 亚本尼亚国防部的声明说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在于卡瓦查尔边界的地区 向亚本尼亚共和国领土上军事装备发动了袭击 只是假定这些装备将袭击阿塞拜疆的平民设施 那从现在起亚本尼亚武装部队保留攻击阿塞拜疆任何军事设施权力 那也就是说亚本尼亚可能后续也要报复啊 那这就是生命 那么在地面啊推进的时候啊 昨天发生了一个激烈的战斗啊 昨天阿塞拜疆方面啊 从马加迪斯向马尔达达科特方向进攻啊 在进攻的时候呢 被亚本尼亚军队给埋伏了啊 那昨天呢 也发布了一个视频 亚本尼亚方面啊 嗯 阿塞拜疆方面有60名啊 士兵死亡被打死啊 那亚本尼亚方面是损失了一个情报人员 呃 俘虏了阿塞拜疆方面两人啊 两人俘虏了 那这是昨天一个非常激烈的战斗啊 这个视频我有也放下 也放在下方啊 你从这个视频上你可以看这个战争的残酷啊 阿塞拜疆一次就让人打死60个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进入到地面战了 地面战就需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占领 那从这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中间这个山路 人家可以埋伏你 你有无人机 对吧 阿塞拜疆有无人机 有无人机人家不怕 我在山路这块埋伏你 对吧 无人机也打不了这个山路 只要你进来两边一埋伏全打死 阿塞拜疆你想想这个死亡人数有多少啊 现在他不愿意公布死亡人数 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公布了 昨天一天就死了60个 就这一场战斗死60个 我说了巷战是最残酷的巷战啊 城市的争夺战也是 陆军这个死亡人数大量上升 太学兴了 这个视频我建议你有心理准备再看啊 我会把链接放下边 那昨天呢 在哈多鲁特市周边啊 也进行了这个巷战啊 互相之间在一个 有一些居民点的争夺 但是规模都不大啊 都是零星的 亚美尼亚炮兵向非祖里以西 正在推进的阿塞拜疆步兵开火 那这个证明了啊 非祖里这个定居点 已经在阿塞拜疆人的后方 所以就阿塞拜疆已经离开了非祖里定居点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非祖里已经被阿塞拜疆占领了 他呀 向前推进 向非祖里往前推进了 那这个非祖里看来是已经完全占领了 那他就会跳到下一个进攻方向去了 那就已经证明了非祖里哈德鲁特 这已经完全被控制了 这是纳卡地区南部 这就是昨天情况 亚美尼亚还是公布自己死亡人数 23名士兵 雇佣兵还有志愿军人数没有暴露 没有曝光 就是自己的这个正规部队 死亡人数23人 亚美尼亚方面 现在总的死亡人数555人 亚美尼亚承认了两名军人被俘虏了 那阿塞拜疆方面 他还是拒绝公布自己的死亡人数 那么在战场之外啊 这个外交领域双方也是有了新的变化 昨天呢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再次声明了啊 亚美尼亚还是没有提交说明 也没有提交申请 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出兵 所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就是俄罗斯 还是不会出兵的 那土耳其提出了一个四方 四方谈判的这个提法 是新的变化 土耳其新闻处的这个处长叫 伊布拉辛卡林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处 卡林表示啊 可以提出一个四方谈判的想法 来解决纳卡冲突 卡林说 由于俄罗斯站在亚美亚一边 我们支持阿斯培江 那这让这个四方开会讨论这个解决 纳卡冲突成为可能 他解释说啊 自欧安组织明斯克集团 欧安组织包括俄罗斯 美国 法国 已经找不到解决这个纳卡冲突的方案 已经有30年了 那现在该是寻找新的机制的时候 土耳其的这个外交大臣啊 卡尔索奥卢在 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他是在13号表示的 说我们认为国际上要求停火的呼吁是合理的 但是只有在 也只有在呼吁亚美亚撤出纳卡 备战领土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看到国际社会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是啊 呼吁还是说停火啊 是合理的 但是得是亚美亚军队得先撤离啊 那现在大家都对这个血腥的战争啊 呼吁要和平啊 你可以看一看 国际上还是需要和平 不要再继续打下去 土耳其虽然是明斯克集团11个成员国之一 但是没有啊 参加协调并解决阿塞拜疆 与亚美亚这个领土争端问题 他土耳其之前在明斯克协议里边 他并不是主角 这一次他能成了主角啊 这是卡尔索奥鲁在瑞典啊 与瑞典大臣啊 叫林德举行会议的时候啊 对安卡拉与林德啊 瑞典外交大臣林德举成举行会议的时候 对这个明斯克集团提出的新的建议 他想要成为明斯克集团里边 现在占主导位置解决那卡冲突 所以这个土耳其他这个外交上也是非常啊 也是非常有有有办法的啊 自己原来是个边缘人物 现在成为这个 我现在我觉得他成为主角了 这个明斯克集团 俄罗斯啊 美国 美国是配角了 还有包括法国也是配角了 而土耳其一下成为主角了 这是新的变化 那他呢 土耳其这个外交官的说法呢 是希望瑞典通过瑞典方面 把这个说想法转交给明斯克集团 其他成员国 包括 那阿塞白江这个总统阿里耶夫啊 昨天也发表讲话 他说这个现在高加索地区这个问题啊 是由高加索外 区域外的国家啊 主导的这个明斯克协议 那他希望这个高加索 地区内的国家来主导 其实就是说希望土耳其来主导 阿里耶夫怎么说呢 他说我如果我们希望解决冲突 则必须能够促进真正和解的国家参与进来 当然我们欢迎土耳其的参与 那就是跟土耳其配合什么 希望土耳其成为这个地区啊 明斯克集团的这个主导力量 嗯 我们不想详细介绍 这就是为什么说土耳其应该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在谈判桌上坐下来 他来参与 阿塞拜扬是希望土耳其参与 明斯克这个明斯克集团 并主导啊 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这个和平议程 那我觉得土耳其和阿塞拜扬这个目的 咱们也就清楚了 这是双方的态度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周三表示啊 必须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这个联络线上部署 俄罗斯军事观察员以确保停火 这是俄罗斯拉夫罗夫说的 拉夫罗夫认为啊 最终解决啊 决定解决这个埃里温和巴库的这个冲突 都应该相信是通过政治解决 就是他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尽量不要用军事啊 用政治决定 军事解决是不会奏效的 同时呢 阿塞拜扬总统还指出 如果巴库和埃里温做出这一决定 是可以将维和人员派往这个地区 阿塞拜扬总统其实也没有否定啊 拉夫罗夫派这个维和人员的说法啊 如果双方都同意 他是同意的 这个你可以看看里边的意思啊 就俄罗斯在这个地区当和尸佬 当这个维和人员 双方是都没有反感的 记住俄罗斯军事人员进入以后 阿塞拜扬也不会打俄罗斯的维和人员 阿塞拜扬这个总统阿里耶夫也说过啊 我们是可以接受俄罗斯成为一个维和力量 在这维持合并 我们是不反对的 所以呢 那就为后续俄罗斯可以做中间调节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表明 至少阿塞拜扬是接受的 亚美亚肯定接受 所以我觉得后续俄罗斯从中间进行调节 这个希望也不是完全破灭的 双方看就看现在吧 看能不能占领完全占领 如果完全占领不需要条件了 这阵地都是我的 如果拿不下来 需要什么 需要维和力量 那俄罗斯进来 就双方都能接受了 那么亚美亚方面呢 昨天也这个政治人物啊 这个总理潘尼西洋也发表了说法啊 早些时候表示啊 坚信只有改变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上的立场 才能促使阿塞拜扬停止在各地区的军事行动 帕尼西洋再次指责土耳其破坏了停火 并试图巩固其在高加索的存在野心 以实现其扩张主义野心 帕尼西洋说啊 我坚信只要土耳其的立场不变 阿塞拜扬就不会停止战斗 重要的是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亚人 是在实施啊 扩张主义 就是土耳其突厥扩张主义政策的最后一个障碍 其实他就是还是说 我们亚美亚人实际上阻挡了突厥的这些联合 我们成为了突厥扩张主义的最后障碍 那如果我被消灭了 我亚美亚人被消灭了 突厥联合了 那你其他国家自己得想一想 能不能让突厥联合 所以还是呼救啊 向国际上呼救啊 都来救我啊 我死了 突厥就联合了 那你们就危险了 所以也是呼吁各方啊 支持亚美亚 这是总理啊 潘西洋说的 他重申啊 土耳其正在奉行奥斯曼帝国政策 亚美亚种族灭绝的延伸 是亚美亚种族灭绝的延伸 土耳其在该区的影响力扩大 将导致整个南高加索地区成为叙利亚化 大量的军火啊 和人员 恐怖分子将向南北蔓延 就是整个高加索地区如果燃烧了啊 我这个地区 我亚美亚如果守不住的话啊 你俄罗斯向北蔓延 就是车臣有可能继续乱下去 向南伊朗 你自己这个北部地区是不是也要乱下去 就是向俄罗斯和伊朗求援 你可以看啊 这个亚美亚他们的想法 这就是我之前我说的嘛 你为什么伊朗 同样是穆斯林还是得支持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亚美亚 他也知道 一旦突厥人联合了 波斯人 他是不会让突厥人联合起来 你们联合起来 我波斯人不就危险了吗 所以也得支持这个基督徒啊 是吧 该用武器也得让他们有 那蓬佩奥说啊 说美国决心促进对冲突的和平解决 并呼吁双方遵守停火起 不要轰炸平民地区 这是美国 美国现在在这个地区 不上台面了啊 不像以前 直接跳上台面 美国现在利用以色列 挑拨谁 挑拨土耳其 你不要成立突厥联盟吗 干嘛 把突厥拱起来 突厥拱起来以后 伊朗波斯人 美国讨厌的吗 打波斯人 俄罗斯 美国讨厌的吗 打俄罗斯人 你看美国这招很聪明 他用代理人战争 让突厥人崛起 让打这两边 自己呢 跟希腊防着突厥人回来咬自己 你把狼放开了以后 狼出去咬别人 回过头也能咬自己的 但是跟希腊合作 防着土耳其咬自己 这美国现在很聪明 但土耳其人也知道 也知道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竞争双方 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这种地方 我看这个地方